哈喽大家好,我是光丹 每当先聊的时候呢 说到今年新发的高端别店 大家一致的认为 性能确实强 但是价格也是真的贵 像i9加4080这样的规格 目前一线品牌还没有低于18000的 都说小肯定是想买 但钱包可能遭不住这个罪 那有没有什么简陋的系列呢 有,还真的有 这部生传就来交朋友了 官方首发15999 还能领个一线的券 到手14999 有一说一 同为i9加4080 神船这个价格只能说是 小母牛做蒸笼 按电子产品吧 便宜肯定是好 但实际上级表现和内部的配置用料 同样也是忠忠之忠 毕竟谁也不想花一万好几去冒险捡便宜吧 那么钱我来冒 货好不好看完本期视频你就知道 长按点赞一键三连开启今天的内容 首先外观方面本质展现不看 但熟悉神舟的朋友老派里 肯定已经有一个大致的模样了 毕竟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神舟往往为了平衡对配置 大多数产品都采用的是模具套滑 外观高度相似 但这一次 这台战神的GX-129 还真的和以前有所不同 我们先说重点 经过我查询得知 此次GX-129采用的模具 是蓝天的顶级旗舰X370 这是什么概念呢 高贵的外星人就曾与蓝天多次合作过 神舟这一次可以说是下血本的 再看外观 A面第一眼看去蓝面有所思路 因为logo的相似 外观莫的一丑 确实变化不大 但仔细观察此次在GX-129上 还是有不少优化过的细节 首先大屁股的尾部设计 终于跟上今年的潮流了 整体的肌肉感也更强 两侧出风口均有着亮面装饰处理 增添了一丝电晶飞跃感 但比较遗憾的是 并没有增加RGB灯效 同样升级的还有材质 战神GX-10 ACD 三面均使用的是铝合金材质 虽然有容易占质纹的缺点 但同时耐摸顺和机身的钢性 自然也更强 多的不扯 相比以前的塑料外壳 这次起码要重不少 再者金属材质 能否对散热上有帮助 这个我们后面测了再说 来到键盘这块 其实摸过这么多本质 神船的键盘设计 我认为一直都是不错的 其一1.8毫米的践程高度 完全保留下来 再者全尺寸方向键 以及数字小键盘均有所保留 如果要说缺点的话 那就是灯光这一块 一直差点意思 往往只有简单的区域条件 然而这一次在GX-10上 终于支持单件RGB了 只能说开窍了呀 看到这里 是不是给我一封洗脑 控制不住了 想下单 但别急 先看完 来到屏幕 就稍微有一点遗憾了 经过实测 这一块屏幕的色彩表现 虽还不错 17寸的大屏 配合240Hz G-SIM高刷 无论是影音还是游戏 肯定也能拥有不错的体验呀 但它亮度 就特么有点差意思了 350尼特的最大亮度 室内可能无所谓 但是 各户外呢 那里就有点难受了 我知道没人会 带个游戏本出来喝啥露天咖啡 但是你都定位起见了 招呼周到一点嘛 最后呢 就是它的接口部分了 纵光往期视频里 神舟的接口 我可没少数号 也不知道神舟是不是刷到我了 这一次在它身上 神舟真的改 史诗 接刹时 左侧两个USB 3.2.2 右侧两个传输雷电式 靠近出风口的 支持90W的PD快充 视频 电源和网口 均涉及到了尾部 再也不怕挡手了 这回接口的布局 可以说是很合理了 外观差不多也讲完了 如果说此次给 GX10的外观 打一个分 你会打几分呢 此次外观上的改变 在我看来 虽然和同类卖小两万的产品来讲 外观上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 但是放在14999 这个售价上 我觉得也没什么好挑的 而且通过这一款产品 可以看到神舟真的是 在它身上花了不少心思 不过比起外观呢 我更关心这台笔记本的散热 毕竟这一次 可用的是蓝天的旗舰模具 如果说要是散热压不住 那不是成笑话了 通过拆解 我们可以看到 此次GX10的散热 采用的是双风扇 是出风口 七通管的散热设计 这样的一个散热规格尺寸 看上去是挺扎实的 同时下方显卡供电 和蓝桥也单独覆盖了一根热管 根据实测 在室温26度的情况下 单靠FPU瞬间可达150W 20分钟后稳定至120W 单靠显卡则是满血176W 至于极限负载下的双烤 255W的整机功耗 完全不用担心 发挥不出硬件全部的性能 同时呢 我们也测试了极限负载下的 键盘温度控制 左侧常用的WASD键 实测26度 温度较高的右侧 键帽大约是在14度 摸上去有些温热 但好在并不会烫走 考虑到实际使用中 负载并没有这么高 感受应该会好一点 散热没有问题 性能上的发挥 应该就大差不差了 CPU的三项理论测试如图所示 在CPU质疑里 无论是单核还是多核 E3900HX已经可以打赢 桌面端的12900K 和同为13代的E3900K相比 在单核仅仅差4%的情况下 多核达到77%的性能水平 考虑到后者几乎翻败的功耗 可以说这也是13代的 移动端能耗比还是相当不错 而且由于E3900HX 拥有桌面端相同的核心规格 因此在24和32线程的加持下 也能拥有一个不错的生产力表现 通过B-Rare的渲染测试 对比12代三款旗舰处理器 其提升的幅度分别在40%至50%不等 这个提升的幅度还是相当大的 再看显卡 在这里插一个题外话 为什么移动端里都说今年4080最强 通过对比Times Pie的分数可知 移动端里4080拥有409DTB 读写速度如图所示 不够用的话 右边还支持再拓展两根M2 这个拓展性有一说一还是不错的 网卡方面有限是杀手网卡 无限是英特尔的X211 总体来讲用料还算扎实 均采用的是一线品牌 至于以往游戏本不太看重的电池方面 这次容量给到了99W 基本是卡着坐飞机的上限了 至于续航能力 实测在杰伦波斯 开启核显和50%的亮度 PeaceMark时达到了10个半小时 强的有点摸不着头了 这是准备进军轻薄本的嘛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 由于13代移动端和40系列的轮耗比提升 冒失今年的游戏本 对散热也没有以前要求那么高了 在同配置规格的情况下 其实一二线品牌之间他们的性能是拉不开什么差距了 而以往一线品牌除了外观设计和用料 散热往往也是溢价的一部分 在现在看来这帽子也不太成立了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在非一线品牌里高端也是颇具竞争力 选购方面 这一台战成的GX12R9真的表现还不错 除了性能颜值也有了 虽然一万五这个价格可不敢说便宜 但是在同规格的其他竞品当中比起来 这样的一个价格也是性价比爆炸了 要知道毕竟隔壁的背带裤i9加4060也都敢卖到一万 只能说富哥的钱还是好赚的 OK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关于这一台笔记本的全部内容分享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还请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支持一波 如果有不同的想法看法或者疑问 欢迎在我们的弹幕留言讨论 我是钢丹 我们下期再见